请问上面瓷器中 有少数民族特征的器物有哪些 这是一道多选题 请答题 这个如果实在不了解少数民族文化的话 可以用排除法 首先C就可以排除 这尊的形制太明显了 D也看不出有什么少数民族的痕迹 时间到 每次多选题的时候 都会让选手有头疼的情况 无空 这道题我就在想要不要想多 A多目湖是我们那边也经常见到的 打酥油茶的 B机关湖 我们已经考过两次了 B提量湖也都是 但问题就在C C的话按理说 它是一个防古代青铜器的 那它肯定不算受少数民族影响 问题在喜欢搞这种玩法的人 爱新觉罗弘历 它本人是少数民族 但是鉴于上一题我已经想多了 所以这一题我没有选C 赵培呢 我选的是AB 因为这个风采多目湖 看起来应该是乾隆的时候 它是藏传佛教的东西 这个B是北方永运 这特别是契丹流行 这个C防古的 这个宋代就开始出现防古了 所以这个应该也不算 因为D它是五代耀州尤 好像最早出现这种到处湖 并且它是圆的 它也不适合永运民族在马上带 所以我选的是A和B 那么到底谁提交的答案是正确的呢 很遗憾 无空会得分 其余五位加上十分 我们听老师们来说一说 这四件文物 这道题的答题状况 好像是出乎我们几位专家老师的意料 觉得说这个受少数民族影响的特征 还是比较明显的 我觉得刚才无空说到的多目湖啊 还有这个机关湖啊都考两次你都记得 怎么会把这个倒流湖选进去了呢 值得上去一下啊 李老师 好的 这个确实没想到啊 因为大家刚才也说了 前两个有的你们比较熟悉了 多目湖 那是藏族的典型的一个器具 盛放酥油茶的 多目本身就是酥油的意思 那个机关湖啊 那其实就是来源于辽代七单族的一种皮囊湖 另外呢 它的形状呢 也叫马灯湖 这两个都是比较明显 这个铜器我想不用说了 因为这是一个仿古代的一个青铜尊 这是完全是我们中原的青铜器 跟少数民族工艺没有任何关系 最后一个呢 倒流湖 上面是龙纹的提梁 没有其他民族的一些工艺的痕迹 它是我们非常传统的一个造型 其实这种很传统 它跟少数民族工艺呢 没有这样的一些风格 对 其实这个倒流湖呢 是始于春秋时期 流行于唐宋时期 完善于明清时期 所以更多的和少数民族 没有太大的关系